她是远近闻名的阔太太才年仅36岁就过上了令人向往的日子 不仅住着千万豪宅甚至还有个是她如宝的好老公 而她自己也有一份年薪几十万的主持人工作 只要有她出现的地方立马就有人上前来套进度 其中有冲着她老公来的也有冲着她来的 和欢之所以招人喜欢的原因除了她有钱有地位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她对人特账目 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员遇到困难 她都会站出来主持公道 也正是因此才造就了她的人员 可就在她顺风顺水顺财神之时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小伙名叫蒋俊豪 她今天来不是参加宴会而是上门讨着 和欢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年头居然有人说她老公欠钱不还 不过蒋俊豪那一脸认真的样子又不像是开玩笑 和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老公的公司打去电话 结果一问才得知老公竟然失踪了他们也联系不上 此刻和欢瞬间头皮发麻 她赶紧跑上楼打开保险柜一看 这不看不要紧一看下一条 里面的黄金现金以及不记名债券全都没了 直至此刻她才相信老公欠债卷款跑路的事实 和欢伤心难过哭了整整一晚上 然后隔天一大早又赶忙跑去老公的公司打探消息 可问了半天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找到 接着她又跑去老公她把这里试试 不过结果还是让她感到绝望 这人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突然就不见了 和欢就这样忙前忙后的折腾到后半夜 刚准备回家洗洗睡了 结果又被一群蒙面歹徒给劫持了 真是人在车中做货从天上来 但这几个傻蛋低估了帽子叔叔的力量 前后不过半来个小时就都给抓了回去 搞了半天原来这伙人都是和欢老公的债主 为了让他们还钱才出此下策 从那晚以后真正的麻烦才算是找上了和欢 接不完的讨债电话收不尽的威胁短信 那要是换做扛压力低的女人估计的疯掉 不仅和欢本人受到威胁恐吓 就连她儿子也遭到了排挤 儿子的遭遇俨然就成为压垮稻草的最后一根落 和欢痛下决心他必须要还清 不管那个负心汉的死活也要为了儿子的身心健康 而他如今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他住的别墅 他打算卖掉底债 结果中介小哥却让他出示老公的身份证和同意数 和欢听后只感觉脑袋中响起了一声惊泪 他要是能找到老公还至于卖房子吗 看样子卖房子肯定是行不通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卖掉心爱的号车 去年刚买的落地足足一百多万 才跑不到一万公里 结果车贩子却只给出六十万 真是个丧良心的玩意啊 和欢的同事听后直接出价六十五万拿下 最后转账的时候还多给了十五万让他周转周转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 拿着钱后和欢迅速找来一群债主商考还钱的事 但狼多肉少这点钱也只够还利息 几个大老爷们还没回过未来 就看见和欢激动的朝着厨房走去 好家伙居然打算遇事俱分 他住着价值千万的豪宅却被人每天堵着门要债 为了讨债这群人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除了破油漆的损招外 其他的基本都用了一点 和欢对于他们的逼迫只能一哭二闹三上吊 如果实在不行就点没气惯 女人一旦发起风来真的不要太吓人 似的大老爷们愣是差点没拉住一个百十来斤的大妹子 不过他这一折腾也成功让几人不敢再乱了 和欢见状赶紧掏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先给他们还点利息 当然他也知道就这点钱肯定是未不保债主 所以又把房产证给交了出去 好一顿安抚后这才让债主们放心里去 债主们前脚刚走和欢后脚就在楼上抱着老公的衣服嚎啕大哭 家人们谁懂啊 和欢不仅要忍受债主的纠缠还要听同事们的流言蜚语 而这也让他的工作质量直线性下滑 就连好闺蜜也在关键时刻从背后捉他刀子 和欢好不容易才平复了心中的躁动 结果一份神秘信封的出现又让他直接破了 里面全都是老公和别人的照片颜色程度直接拉满 直至此刻和欢对老公那点仅存的幻想也彻底破灭 他想过老公有可能是因为赌博欠债或者投资亏 但却从没想过老公拿着所有的钱和其他女人去纸对金鸣 留下他这个大冤种在家里打工还债 不信邪的他顺着邮件上面的地址找到了你们的家 然后用信封里面的钥匙成功打开了门 走进去一看只见满地狼急 就连抽屉里也是放满了橡皮口袋 而最让他绝望的还是在衣架上发现了老公的衣服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实锤了 和欢一气之下差不点原地晕倒 但他还是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并从快递盒上找到了女人上班的地址 本想去他公司打探消息结果到了后才得知女人早就离职跑 这下子和欢才算是彻底蹬不住了 从不喝酒的他去酒吧连续喝了一斤半的果酒 直到后半夜才迷你呼呼的回了家 可这一到家居然看到了蒋俊豪在 和欢激动之下把他误认为了是老公 同时心中积怨已久的怒火也发泄到了他的身上 这一瓶子直接就让蒋俊豪去医院缝了三针 而酒醒后的和欢也表示自己会承担汤药服 不过认清老公嘴脸后的他也决定不再帮其还债 隔天一大早和欢就带着所有的证据去找了律师起诉离婚 他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损失降到最小 可他前脚刚处理好律师的事情 后脚回到家就被几个债主给堵门口 他们的意见很统一 就是要让蒋俊豪住这里监视和欢 让他不能偷偷卖房子 和欢想经了各种办法套路 但就是赶不走蒋俊豪这小 一迷九几的东北大小伙就这样连上了他 家人们谁懂啊 此刻的和欢只想回家找妈妈 结果刚到家门口就瞧见妈妈在单架上被抬进了救护车 他老公跟别的女人跑了 却给他留下了几千万的债务 为了还债和欢不得已只能让陌生男人住进家里 只不过却有一个霸王条款 你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一楼 你要敢上楼一步 我立刻报警 告你强奸未遂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蒋俊豪前脚刚搬进去 就把这里当成他家了 对于有着小洁癖的和欢 简直就不能忍受别人触碰他的东西 虽然对方长得有点小帅 但也不行 就在他处于暴走的边缘时 没成想蒋俊豪居然端来了一碗茴香打五面 和欢什么大鱼大肉没见过 当然是不会被一碗面给征服的 不过当他缩了一口后顿时就停不下来了 这味道多多少少有点上头 单从这碗面和欢就对蒋俊豪放下了戒备 并且还让他负责自己的一日三餐 蒋俊豪就这样迷迷等等的从债主变成了男包 没办法谁叫这年头欠钱的都是大鱼 但和欢还没高兴半天就又遇到大事 他所主持的节目由于播放量拉胯 竟然被领导给砍掉 九年的心血说没就没了 最主要的还是这个节目是他的经济来源 本就不咋富裕的家庭现在更是雪上加霜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悲伤 就又接到了来自医院的电话 和欢一听是关于妈妈的病情赶紧就跑来了医院 连口水都没喝上就听医生说道 我初步怀疑是废案 妈妈患上绝症 俨然就成了压垮稻草的最后一根落脑 和欢失魂落魄的走在大马路上 就连被车给撞飞了都没能回过神来 爬起来后赔偿也不要的继续走 司机大哥本来已经做好了贝额几千万万块的准备 可当他瞧见和欢走后不由的心里直呼这世道还是好人多呀 这边刚回到家的和欢连饭都没吃就开始打电话求人 当初他如日中天时一个个都跟哈巴狗似的围着他转 但现在他落难了一个个又把他当作温神必至不及 这种感觉家人们谁懂啊 没有了人缘的和欢干什么事都必须要亲力亲为 早上要在医院找大夫查资料 下午又要去爸妈家安慰劳两口 不管是老公跟人跑了还是妈妈患绝症的时候 他都是打碎了牙网肚子 一天到头他睡眠不足三小时 因为凌晨三点半还要去医院门口等着挂号 小板凳这一坐就直接坐到了天亮 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也是如愿地排到了专家号 心情大好的和欢刚准备回家睡个回笼教却 见到黄牛在骗老大爷 他作为一个有着良好九年义务教育的新时代女性 当然是不能纵容坏人横行 所以反手就跟黄牛打了起来 他今天花了两个半小时化的妆却被一个灯光师说嫌老 更气人的是和欢还找不到反驳男人的女 十年前他没嫁人 前在台里可是炙手可热的大黄女 可这一切都在他嫁人后边 年纪大了不说就连工作节奏也跟不上了 在直播过程中也是频频出错 一脸郁闷的他本想去喝口水压压紧 结果又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门上 要怪就怪保洁阿玉擦得太干净 反正和欢今天算是丢人丢到老老家了 这十年来保持的光辉形象彻底塌方 回家后他对着镜子照了半小时 看着眼角那若隐若现的余伟文 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 三十六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反正就是挺干大的一个年纪 不过和欢却是一个不服输的主 别人说他业务能力不行 他就直接申请到一线去从头来过 可结果接到的第一个电话 就让他瞬间破坊 他一气之下真的很想辞职不干 但谁知好闺蜜又追出来 给他灌了一波毒鸡汤 十三年前的你可以 今天的你不行 因为你连热线接的都不及格 你说够了 再给你十五分钟 他此刻才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中年秘儿 闺蜜的话让他身受打击的 同时也语心燃起 毕竟也过了那个任性的运渐 现在的和欢上有老下有小中间 还有个欠债跑路的老公 而且母亲如今又不幸得废 一家人的重担瞬间就落到了他的肩膀 忙活了一天的和欢 带着儿子刚准备回家洗洗睡了 但下一秒差点把他吓得更年气 和欢看着眼前这个挨牵刀的玩意 就气不打击出来 要不是还欠着对方三百多万 他说啥也要把蒋军豪给啃住 小家伙见妈妈被吓倒 于是趁着蒋军豪上厕所的工作 直接把二弟三弟给回归大自然 这可真是他妈妈的好大人 蒋军豪为了找二弟和三弟 可谓是把别墅翻了个几朝铁 虽然最终没能找到苦命的兄弟二人 但却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那就是和欢他老公 偷偷留在家里的印象 这是和欢压根就不知情 蒋军豪可不管他那么多 反正这笔钱给先还给他 和欢让他不要着急 自己等会儿就给他打负 安抚好了蒋军豪后 和欢看着眼前的一堆钞票 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心想要不自己也拿钱跑路算 他在网上买了一箱方便舟 结果打开一看全是钱 数了一下足足有60万 刚好这时银行又发来了脆款短信 和欢看着摆在眼前的这堆钞票 也不禁陷入了沉思 拿走还债还是原封不动退回去 很简单的选择题 却让他无比纠结 和欢就这样想了整整一夜 也没影响营物 所以他只能找闺蜜源源出主 因为他昨晚翻了购物记录 才发现方便舟是老公买 在联想到老公跑路前 说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话 等哪天 就不难猜出这笔钱 是留给他们娘俩的生活 不过当圆圆看见 这白花花的钞票后 也是吓了一跳 他想都没想 就让和欢把钱留下 和欢这人啥都好 就是脾气有点僵 闺蜜让他收下 他偏偏就是不要 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昧良心 圆圆对于和欢这种傻瓜行为 只能说三个字 把钱还回去后 和欢才如是重负的回到家 可却没想到 蒋俊豪这小子 已经集结了债主们在等着他 债主们从蒋俊豪那里 得知了和欢有一笔钱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让他割肉放血 面对来势汹汹的债主 和欢丝毫不拒 看着老赖行为的和欢 他们硬是一点办法 反正就是应了那句老话 黄泥巴掉铺当里 不是屎也变成了屎 从那晚以后 和欢就彻底放飞了自我 以前怕丢脸 宁愿走路也不坐公交的 他现在也看通透 公交车不仅便宜 还不塞车别提有多爽 以前满嘴聊的 都是包包和化妆品 现在的他满脑子 都是哪个超市的菜打 都说欠债欠到 一定程度后果的 比谁都开心 而和欢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领导闺蜜让他不爽 他直接就开队 会随着把我开了 队完后在脚底抹油 溜之大吉 闺蜜又气又拿他没办法 而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和欢 今天去拍了一组爆炸行为 白杨作为一个老媒体人 瞬间就看到了其中的前妆 这条作品要是操作好了 热搜第一 简直就是手拿把掐 面对和欢的威逼力 又白杨只能妥协 并且当众向大家鞠躬道歉 和欢的这招看似是在报复他 但实则却是在帮他 毕竟失道者寡助 得道者多助 经此一世 和欢愈发认为 自己的路是越走越宽了 如今的他只感觉 自己已经看破了世俗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当天晚上就连夜 把这些年赞的包包衣服鞋子 全给挂网上卖了 半更半夜女人不睡觉 却对着一群包包拍照 不过他却不是为了发朋友圈显 反而是为了挂网上卖掉 原价八万八的香奈儿和欢 只能卖到一半的价格 虽然很亏 但他一点也不能够 因为看破世俗的 他已经对这些名义了 现在的和欢只想白品 自打丢掉了心中的包袱后 他整个人肉眼可见的变年轻 闺蜜们一度认为 他肯定是偷偷吃了唐僧肉 而他普世无华的穿着打扮 也让许多人惊掉了下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白杨这娘们惦记 他这款包包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蛇 所以当天晚上下班后 就迫不及待的直接下单 两万多块眼睛 都不带眨一下的就给付了 最主要的是 他用的余额 而不是信用卡支付 这可是两万块 都快赶上我半年的伙食费了 心情大好的白杨 也在领导跟前说了 和欢很多的好 和欢就这样顺利的 从街线员摇身一遍 成为了记者 自从当上记者后 他就像是脱了江的野马一样 只用了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就用实力排进了台里的前三 而这段时间里 唯一不顺心的 就是诉讼离婚这档子 也不知道法院是怎么想的 明明和欢已经提供了 老公欠债跑路的证据 可法院却非要判他上诉失败 不服气的和欢 只能加钱继续上诉 而这都还不是最糟心的事 最糟心的还是他儿子 小家伙十岁不到 就旷可回家睡觉 甚至还装病骗和欢 要不是和欢灵光乍现 还真被小家伙给蒙昏过关 憋了一肚子气的 他可算是找到了发泄的口 本来已经做好 准备好好收拾儿子一顿 结果蒋骏豪这小子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不帮忙就算反而 还替小家伙说好话 但他的好心却办了坏事 和欢一气之下 就揪着儿子上楼 瞧这架势多半都是 慈母手攻陷 由子身上传 蒋骏豪为了让他消气 煞费苦心的做了一顿美食 和欢看着眼前的食物 心里的火气顿时就少了一大半 果然会做饭的男人 拿捏女人就是容易的多 比记者假扮富婆 来售楼部买房一张口 就要六套独栋叠数 销售听后眼睛顿时就冒起了绿光 这提成要是能拿到手的话 估计够他不吃不喝用三年了 不过当和欢想去工地看房子时 他又纠结了钱 因为他们所谓的精装房用料有点假 所以一般情况下都不让客人去看 可他们最终还是抵挡不住 和欢抱发护的气质 不态的行为举止被他手拉把掐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的身价几个亿 一路上和欢就负责在前面演习开路 而闺蜜白羊则是在后面偷拍 建筑材料和工地环境 两人一前一后一上一下的配合 熟练到让人直呼有点东西 但粗心的白羊还是不小心被销售给撞击 和欢听见动静后赶紧下楼解围 气场全开的他一下子就让销售不敢再造次 他的这一通睁着眼说瞎话 直接看蒙了经理和销售二年 此情此景让经理不由的心想富婆 果然就是讲究 在和欢种种令人发指的操作下 经理逐渐离失了自我 他一度认为这六套大别墅和欢肯定能拿下 巨额的提成已经让他的双眼蒙定 而和欢跟白羊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拍下了非新房地产的罪恶证据 两人马不停蹄地往台里赶去 争取在今晚就给发到网上充一充热搜 不过他们前脚刚走黑心老板就从监控中发现了端倪 搞了半天才发现他们原来是记者 销售经理这次可谓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工作也算是干到头了 唐总意识到大事不妙 所以赶忙找到了和欢的闺蜜园园 这小妞也是电视台的人 虽然他们私下关系很好 但只要牵扯到利益可就不好说了 俗话说的好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三百万的驱使下台里的领导班子开始活动了起来 领导一出马项目指定黄 和欢他们努力半天的结果就这样泡汤 而面对和欢的事情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为他已经没钱给妈妈缴费 排米油盐酱醋茶让和欢感到身心俱疲 老公欠债跑路妈妈身患重病等着用钱 而且家里还有个嗷嗷待不的小妞子 光是想想都让他头皮发麻 蒋骏豪身为债主却干着奴仆的事 白天帮忙在家替和欢带儿子 晚上和欢回家还要做个夜宵给他接解餐 果然女人在美食的面前真的可以忘掉烦恼 和欢当然也知道蒋骏豪的小心思 之所以对他好的原因就是为了监视 想通了这点后的和欢也不客气 干脆就真把蒋骏豪给当下人使用 小伙子一米九几的大高的愣是被和欢手妈把掐了 他正在为妈妈的医药费发愁时 却收到了闺蜜转来的五万块 聪明的和欢一下子就想到了对方的真正目的 这笔钱的代价就是为了让他帮忙删除一条价值五百万的视频 尽管如今的和欢非常缺钱 但还是拒绝了赵元云 让他意想不到的却是视频竟然还是被人给删了 整个新闻部一下就炸了锅 因为今晚他们可是指着这条视频上热搜了 结果现在节目要播出的视频却不翼而飞 白羊的火气顿时就高涨了起来 而和欢作为视频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成了他第一怀疑对象 他给人多少钱 和欢面对闺蜜的质问也是火冒三丈 可无论他怎样解释都是徒劳的 现在的处境对他而言就是黄泥八年裤裆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倒霉透顶的和欢一气之下直接罢工回家躺平 不过一想到自己蒙受不明冤屈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越想越气 接着和欢就把憋了一肚子的气撒到了蒋军豪头上 他也很委屈啊 明明就是和欢欠他三百多万 可现在他却被骂得像个孙子一样 而和欢这小脾气撒了之后脑瓜子也荧光了起来 他突然想起了实习生手里还有一个视频的被论 想到这他立马往台里赶去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真的在实习生手里找到了视频备份 找回来视频后的和欢瞬间高兴到飞起 而这时白羊瞧见他后本想过来再吵架了 结果下一秒就破防了 和欢的这次回马枪算是拯救了白羊 同时视频也在网上引起了一波争议的浪潮 热搜第一简直就是手马把掐 白羊高兴之余也来医院看了看和欢的妈妈 两姐妹一阵子寒暄后又重归于好 放我原谅你了 他们之间有些事就是看破不说破闺女继续做 特别是白羊临走前还帮和欢缴亲了妈妈的医药 这波小操作属实让他感动到不行 没有了烦恼的和欢也是回家给蒋军豪到了钱 两人这一来二往的关系又暧昧了不少 和欢散发出来的成熟韵味也在一点点的腐蚀着蒋军豪 距离坠入姐姐的爱河又近了一步 通过这次视频的热度和欢也成功升职加薪 之后他又顺藤摸瓜找出了陷害他的幕后真凶 一番言语上的刺激后和欢就摔门而去 他本来已经做好了向白羊举报赵元元的准备 可这时却看到了停在门口的宝石机 当初他落魄时是人家赵元元伸出援手帮助他 想到这里的和欢也彻底打消了举报的念头 结果隔天一大早和欢就收到了一笔三万块的肿账 事后和欢一打听才得知原来是之前赵元元谈成的业绩算到了他头上 此刻的和欢瞬间被暖了心窝子 而闺蜜两人也成功破镜重圆 你我闺蜜被子闺女 第一次尝试做代价居然就接到了儿子同学妈妈的单子 和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过 他一路上低着头生怕被对方认出来 可他越是遮掩女人就越好奇 女人一家似乎也看出了和欢不想承认的事实 于是也懂事的闭上了嘴 临走时女人甚至还掏出了几百块的小费给和欢 但她的好意却让和欢更加的难堪 因为曾经她也是被人捧在手心上的女王 可现在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事项生活低了头 每天她都要工作到后半夜才能回家休息 只要能看一眼儿子她就能满血复活 不过她的付出换来的却是儿子的疏远 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哪做错了 居然会让儿子露出嫌弃的眼神 听着儿子那种丧良心的话 她心顿是拔凉拔凉的 自己花那么多钱 供她读最好的学校结果却学来了一身臭毛病 可是看着儿子嚎啕大哭的样子 她又有点欲心不忍 她本来想去找儿子的班主任反应反应情报 但老师的态度却让她大跌眼睛 这明摆着就是暗示她让儿子转学到别的学校 何欢显然是听懂了她的意思 对此她并没有做出回答 而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她先是用自己渊博的知识给吞金兽们讲故事 主持人自带的亲和力让何欢迅速跟他们打成一片 然后她又不顾班主任的劝阻说出了自己的事 深传言教的告诫吞金兽们不要以貌取人 她用自己的方式来树立了儿子的价值观 自那以后何欢就在代价的路上一去不互返 甭管谁的单子她都敢接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开着别人的车 还赚着别人的钱别提有多少 通过给白杨代价的机会 也让她知道了白杨对她的付出 而且之前赵元元买车时多给她的15万人是白杨安排的 直至此刻何欢才觉得人间值得 由此闺蜜女子何求 可就在何欢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时 她又在别人的嘴里听到了自己老公的消息 此话一出对何欢而言就是核爆炸 这个别独子复兴汉可算是有消息 随后在医院时她又意外撞见了当初和老公一起跑路的小三妹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两人差不点 就在医院上演了一出原配手思脉啥的好戏 不过何欢的教养还是让她忍住了冲动 可也正是因为她的隐忍才给了女人跑路的机会 她在网上报道了一篇关于男人压榨员工加班导致猝死的新闻 才短短不到三天的时间就让男人被拳网人让 如今走投无路的她只能选择跳楼自杀 可偏偏这时何欢又拿出了证据证明她没有压榨员工 男人瞧见后顿时就不想死 虽然她不想死了 但受害者的妈妈却炸了锅 因为何欢这一闹她没了两百万 而两人拉着之间又不慎掉了下去 何欢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居然硬生生拉住了百十来斤的女人 不过她英勇救人的形象也让她瞬间成了网红 可她的好闺蜜白杨就没那么幸运了 由于报道了不实新闻 现在网上的喷子们又开始调准枪头指向她 一夜之间就让白杨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肝受辱的她只能选择辞职卸足 她走后何欢也顺利上位 这个事件她一不小心就成了最大受益 并且事业顺风顺水的同时 爱情也开始悄悄发芽 可能是她浑身上下散发的成熟韵味 终究是让债主蒋骏豪败倒在了她十六群下 别看小伙子年纪不大可她的胃口却不小 唯独就喜欢结过婚带个娃的女人 现在的何欢可谓是轻松的不得了 她只需要安安心心的搞事业 而蒋骏豪则是留在家里帮她带孩子 甚至每天晚上下班回去 蒋骏豪已经坐好了一桌子美食等着她 一大一小暖心又暖肺的样子 让她瞬间忘掉所有的饭 现在的何欢已经不用为还债而心力交扯了 有事没事就跟闺蜜几个去酒吧喝喝小酒聊聊 人生好不切 他们三姐妹白杨和赵媛媛如今都丢了工作待业在家里 就剩何欢一人在台里鼓领风骚 虽然眼下的生活何欢很满意 但她却又纠结起了与蒋骏豪的关系怎么处理 毕竟这个年纪的女人在她眼里男人那点小把戏就如同虚实 尽管姐弟恋很多 但她何欢却有点不能接受 她忽然发现比自己小十岁的弟弟好像爱上她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直觉没有错 尽管此刻何欢的内心很躁动 但她又不得不迫使自己终止蒋骏豪的下一年 因为她还没跟老公离婚的原因 所以只能跟蒋骏豪发呼吁情指呼吁礼 面对何欢的冷漠拒绝蒋骏豪并不意外 她要的不是拥有而是守护 为了不让何欢为难蒋骏豪选择了搬走 临走前她想要一个离别的拥抱 如果此刻的何欢还是二十岁的话或许会答应 不过身为人母的她恪守住了最后的底线 但蒋骏豪前脚刚走她立马就后悔了 看着蒋骏豪留下来的一堆缴费清单她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段时间以来都是这个小男人在默默照顾着她支离破碎的家 直至此刻何欢内心里的防线彻底被击破 从以前的不确定到现在的肯定 她知道自己应该是一情别恋 而也正是因此让她更加迫切地想要一归 律师嘴里的这半年时间对她无疑就是折磨 世俗的条条框框想让两人止步于此 可何欢却不愿善罢甘胸 她做出的第一步反抗就是辞职创业 因为她要用这半年的时间来完成逆袭 和老公离婚的同时再还清所有的欠诊 然后用一个全新的面貌重新站在蒋骏豪的面前 创业的道路无疑是艰辛而又刺激的 何欢本来只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女人 都是那些深藏在背后的压力在推着她前进 如果曾经的她是一个温柔且不失优雅的知性人妻 那么现在的她就如同浴火重生后的超萨欲几 只不过在她前进的道路上却有一个小男人在默默支持 无言的付出才是男人最好的花言巧语 好可爱 这小人太像你了 蒋骏豪不仅能在生活上给何欢安慰 就连在事业上也能推不住来 而就是这样一个小男人却在何欢的危险地带挡住了所有 这才让她能无忧无虑地大展拳脚 没有了束缚后的何欢可谓是一气绝尘 两人就这样隔着屏幕互相激励着对方 很喜欢中国通事里的一句话 古今多少事都复笑谈中 何欢本以为自己和蒋骏豪只能以这种神交的方式持续下居时 却没想到母亲的突然病故打破了现状 在她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时刻 蒋骏豪又出现了 忙前忙后的操持葬礼上的事物 看着蒋骏豪忙碌的身影何欢不由的事了 女人无意间在路边救了遭遇车祸的一家人 结果却被热心市民给拍成小视频发到网上 然而当天晚上视频就成功冲上热搜 并且何欢的粉丝也间接突破了一百万 忽然来的惊喜客把她给激动坏了 同时她也借着热度的效果打响了自己的节目 反正自耐完以后 她的粉丝就开始蹭蹭的往上上 每天不是忙着接受采访 就是忙着参加颁奖 何欢是做梦也没敢想自己这个即将奔赐的单亲妈妈 居然也能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春 随着她的名气越来越大赚的软媚比当然也越来越多 但有钱后的何欢干的第一件事却不是花天酒地 而是主动把一群债主给凑到一块商量还债的事 每个人还一万 何欢冷不丁的要涨价属时把债主们给吓得够强 直至此刻他们才算相信了世上还是好人多这句话 见人家何欢都如此大气 三人也开始掏心掏肺 可话一多就不小心把蒋军豪在背后默默替何欢做的一切给说了出来 我没有问都知道了 蒋军豪嘛 人家拿出全部的身价为你担保 我觉得他做的够意思 真的 何欢听后也相当不是个滋味 回家的路上他满脑子都是蒋军豪那一米好几个大肠腿 以及那些点点滴滴的舔狗行为 这些回忆就不能细皮 在何尔蒙的冲动下何欢还是去找到了蒋军豪 可他想不到的却是自己那失踪一年半的老公竟然在暗处偷窥 好家伙 真是人在街边占帽子添上来 就这情况换做一般的男人怕是忍不住 好在何欢是可而止没有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 才不至于让欧凯哥冲上去手撕蒋军豪 而不知情的何欢则是欢天喜地的找律师诉讼离婚 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尽快离婚 然后和蒋军豪开始美满暗生 年底 年底之前 你定开了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道 是爸爸回来了 看着欧凯哥的出现和欢整个人都麻了 上一秒那些美好的幻想都成了泡沫 全都是泡沫 说来也怪偏偏这时蒋军豪也赶不过来 欧凯哥见状赶忙说到你来得正好三缺一 这老小子人品虽然不咋低但心眼可不少 蒋军豪刚坐下他的小嘴就巴拉巴拉的不停 反正就是各种阴阳怪气劝他不要当第三者 甚至还拿出了一笔钱来羞辱他 你千万别嫌少 甜蜜蜜蜜蜜 辛苦 谢谢 蒋军豪受不了这气直接转身离去 和欢见状反手就甩了欧凯哥一个大嘴巴 然后二话没说就给欧凯哥赶不出去 自己则是坐在冷板凳上哭的梨花呆 欧凯哥见何欢软硬不吃只能去找到蒋军豪下手 这一百万我不需要你玩 我也不入骨 只需要你 当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离开和欢 没成想人家也是王八吃秤妥铁心要何欢 委屈巴巴的欧凯哥接着又把主意打到了儿子的头上 本想来一手负评子贵 但何欢却反手给了他一张离婚协议书 面对欧凯哥的死缠烂打和欢真是要多难受这多难受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好闺女白杨出手 我们去圣街会击杀局的 这是我们的调查中之书 我们接到取报 你涉嫌操纵股票 能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欧凯哥就此领合犯下行 没有了这个电灯炮后 和欢终于可以和蒋军豪过上没羞没骚的幸福生活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